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在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他们的共识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都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资本主义 第二,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必须以经建设为中心 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这是他们的共识 但是在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方面 两人的看法不尽相同 例如,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 毛泽东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而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 等到条件成熟以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在建国初期他也提出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的认识依据不同 比如在对待私营工商业上 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更加强调节制资本的一方面 而刘少奇则在强调限制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以至于在天津讲话中擦销走火 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引发了一些争议 又比如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而且是一以贯之直到他去世都坚决反对单干风 而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动摇农民的私有制 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 不要怕农民冒富 党员也可以当富龙等观点 再比如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 毛泽东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 安排好农业清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 而刘少奇也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认为他的前提是首先要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分歧 只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 并不是路线斗争属于正常现象 后来经过党类民主讨论 刘少奇放弃了原来的看法 转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明镜需要您页红 slide